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十二年 道书第三行 全持功德第十七 那么在这篇经里面 也是要介绍西方世界的生活环境 又起讲堂左右 全持交流 这个讲堂是 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场所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之大 我们在前面已经读过这段经文 既然是人数没有法子计算 这个我们现在讲是星球 星球之广大 当然更不可遂 阿弥陀佛究竟是一个讲堂 还是多数讲堂 如果是一个讲堂 这么多的人 如何来亲近阿弥陀佛 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 我们这三经合起来看 观无量寿佛经 跟这一部经 阿弥陀佛经和起来看 西方世界 阿弥陀佛分身化身 无量无边 因此 几乎是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人 每一天都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由此可知 阿弥陀佛的讲堂 处处都建立了 处处都有 讲堂的殊胜 绝对不是说 阿弥陀佛居住的分身的讲堂 会逊色一点 我想不可能 因为那边是平等世界 即使往生人所居住的环境 也跟佛无二无边 侯宽佛的讲堂 讲堂的周边都有全尺 这个尺就是经上常讲的 去保持 罢功得水 保持得水 纵广深陷各界一等 我们从这个文字上来看 讲堂不是一个 保持也不是一个 如果有一个的话 就不能讲戒各一等 戒就不好讲 各也不好讲 一个我们还有什么好讲的 这一点是指的多数 这就是多数 和十有寻 二十有寻 每一个佛的讲堂 每一个佛的讲堂 外面的保持大小 不像堂 池 莲花 水 是阿弥陀佛信得流露 但是在受用方面讲 使众生 设放了往生的人 他们受用 这些人 五世纪以来的根性不相同 有异象修小乘 有小乘人的支柱 有修大乘 心量比较宽广 还有少数修一乘法 因此受用的人 他们所感应的 持有大小不同 不是阿弥陀佛变化的 故意变化的有大有小 不是阿弥陀佛绝对没有 其心动念 这是《楠音经》上所讲的 随众生心 因素质量 这个就对了 就正确 所以心量大的 到了你 你见的池也大 一切都大 心量小的 你怎么样 见到佛像也小 见手都小 完全是随着心量在变化 战然相结 具八功德 这个八种功德 观无量寿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这个地方就森略掉了 《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只讲八功德水 没有收纳八种 这个八种在《观无量寿经》里面 《观经》里面告诉我们 简单地说 第一种是水沉浸 很干净 水干净 没有一丝毫的污染 第二种是干煤 这个水是甜的 水带甜味 第三是清冷 就是清凉的意思 水很清凉 第四是清软 不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很重 它这边的水是很软 很清 第五是运泽 运泽我们这边也有 就是水有滋运的功能 这边我们这个水也有这个功能 第六是安和 它水因为人心清净 所以干的这个外面环境 都非常享和 不像我们这边水是血涡 第七 它有能力除积解磕 我们这边水可以解磕 不能除积 经过的时候 喝水不会饱 它那边可以 由此可知 这个水的养分非常之高 含的这个营养分高 这个地拔呢 它能够长养住根 所以有这八种好处 我们这边的水 如果是不清净的时候 喝了会有疾病 它那边不会 那边的水 饮了之后 什么样的病都可以能消除 所以能够一样生 暗边无数 赞叹香树 吉祥果树 这是将保持四周 这个树末很多 各式各样的树都有 花果很方 光云照耀 树是宝树 当然有光 它也有香 修条密叶 修是长 这个枝条很长 叶很密 交付于齿 出种种相 事物能与随风散浮 云水也流分 这是虽然文不多 形容环境之美 所以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 又佛池是七宝 这是池周边的装饰 地步金沙 我们这边池 池底都是泥沙了 它那边地质是七宝的 所以它这个池底是金沙 幽波罗花 薄头磨花 橘木头花 风陀利花 这是略局 实在讲 西方世界保持里面的莲花 这个色彩 也是很多很多 美不胜受的 经上只给我们举出四种 那么这四种 磁地都是繁语繁文的 英译的 幽波罗是青色的 就是青色的莲花 青莲花 木头磨是红色的莲花 锯木头是红色的莲花 风陀利是白色的莲花 弥陶经上讲的四色 此地也是讲这个四色 那么这个四色是六句 实际上的底下也就是 杂色光芒 陌生陌生 弥附水上 那么这些莲花 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集合众生的愿力 弥陀本愿加持 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四方世界的众生 真正发愿往生 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花 最多莲花 那么你念佛的功夫深 信心坚固 这个花就一天比一天大 光色一天比一天美 将来自己往生 这个花就是自己脱身之处 莲花化身 而且经上讲得很奇妙 你这一朵花的什么 都有你自己的名字 像名字刻在花上一样 这个不靠思议 那么我们在经上得到 古德也曾经为我们说过 这花究竟靠得住靠得住呢 实在讲 在旧经山就有一个证明 我想许多同修熟知的 旧经山有一位知识 他在念佛的时候 看到了一朵灵花 灵花上刻的是他自己名字 他来告诉我 他是在念佛堂 直径的时候 就是坐下来念佛的时候 看到的 他说莲花光色之美 说不出来 这亲眼见到的 他来告诉我 我没有一趟好好地念佛 你自己已经看到了 可是如果呢 你要是退心了 或者 羡慕其他的发门 就杂羞了 你这个莲花慢慢就哭掉了 最后就没有了 心一变了 花就没有了 所以 佛菩萨祖师大德 叫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 实时想念西方世界 张阳祖根 这个莲花就是祖根的总相 所有往生的人 生到来的莲花大小不一样 光色也不一样 这是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那是真的 这个世界所有都是假的 不要在这上用心 在用心里 真正用心在念佛上 你这个花越大越美 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时间来得快速 成就的圆满 这是真 其余都是虚妄 再看底下一段 若比众生 过于此水 于之足者 于之奇者 于之妖衣 于之锦者 何于贯身 何于能者 温者 急流者 缓流者 其水亦 水亦 水亦众生亦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是指 池子里面的水 水亦能如人之义 水亦能如人之义 在西方世界 大众 沐浴 饮用 都是这个气泡池 都是这个宝池里面的水 水亦能如人之义 你想浅 水就浅 想深 水就深 想水凉一点 水就凉了 想热一点 它就热了 它能随人意 不但这些能随人意 如果想水 像我们现在雨林的这个事 从上面灌下来 水也可以从上面灌下来 没有一样不如意的 这是说它能随人意 开神月体静若无限 情人命一句 这是水的得用 它真正的好处 开始开启 神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决心 他能开发我们的决心 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破灭开启 水常常在里面洗 就能够破灭开启 瘀体 体是身体 身体出的水 这是出生 西方世界 六成 建设复华 所以能得发息充满 静若无限 是说明 保持 罢工的水 的样子 它这个清静 就像我们这个世界 和空气一样 空气不满在我们这个星球周围 我们在这个里面似乎不感觉它的存在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 在保持 里面的沐浴这个情形 水之清 软 借静 就好像我们这边的空气一样 静若无限 宝杀阴痴 无声不照 这是讲 持的 金杀 金杀 野方 光明 西方世界 是光明世界 微乱徐转 徐回 转向 灌注 波扬 波扬 无量 微妙 音声 这是说水 水 水 它 有波浪 这个波浪不是大的波浪 大的波浪你很凶猛了 我们不愿意见到了 微波 心是非常之美 水是慢慢地在回转 转向灌注 水池 这个水池灌那边的 那边灌这边的流水就是阴生 就阴生 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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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 阴生 微妙 霍文 佛法 神圣 这是念三宝的阴生 这个流水声音也在念三宝 或者听到波罗蜜声 这个波罗蜜声代表大臣佛法 你想听什么经 想听什么法门 你自然就听到 两个人同时在一起 我想听话音 我听点 佛给我讲话音 你想听法话 你听的时候 佛给你讲法话 彼此过不相妨碍 随你的根性 随你的爱好 没有一样不埋怨 所以我们今天 晓得 这个世界是乱世 张难重重 正是张难 那是灾难 阻扰太多了 聪明人 一心一意 只求往生 至于许许多多大臣经典 要不要读读呢 要 现在不读 到西方极乐世界 再去读 我全心全力 专求净土 这就对了 我们在最近 四十年之内 我们亲眼看到的 清而所闻的 往生真实的 瑞相 这往生人里面 差不多三分之二 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的 居然占大多数 他靠什么往生呢 就是一句佛号 往生的瑞相 往生的瑞相 出家的一些法司 比不上 在我们台湾 民国57年 民国57年 台南将军乡 有一个老太太 没有念过书的 念佛念了三年 走的时候 站着走的 他老人家往生 这一桩事情 现在难不忍 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去年 在高雄奖金 提的这个事情 听众当中 很多人来告诉我 他们都知道 这位老太太 心地非常善良 非常忠厚 不懂佛法 凡是所有一些神庙 佛庙 他都办 跟我们台湾一般 西俗差不多 他都都办 那么他在三年前 去了个西府 西府懂得一点佛法 就劝他不要到处乱拜 专拜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老太太就很有善根 他居然听他西府的劝告 就开始专念 专念了三年 往生的那一天 是晚上 吃完饭的时候 他也没有告诉家里人 他只是丰富 他家里人的时候 吃完饭不要等他 他说他要去洗澡 吃完饭不要去等他 你们先吃 他说他也去洗澡 那么家里人很孝顺 开始等他 等了很久 没有看到他出来 就到房间里去看 真的他洗了澡 换了衣服 也不在房间 家里有一个小佛堂 到佛堂里看到他 站在佛堂当中 面对着佛像 他穿着海青 手上拿着念珠 叫他也不答应 仔细一看 他走 他站着走 自己洗澡换衣服 站着走 他不懂佛话 就一句佛号 谭虚法师告诉我们的 哈尔滨齐洛斯的修吾斯 往生 这个事情知道的人很多 修吾斯也是不认识 也是没有念过书 在这个出家之前 他好像是做泥水浆的 做小工的 觉得生活很苦 出家了 出家什么也不会 就念阿弥陀佛 常住里面 粗重的工作 他都做 往生的手自在 欲知识之论 再看我们这个金书本则后面 把这个后面就念佛论上 修吾斯往生这段季的词题 你看倾倒的那个张氏 那是个女居士 那也不认识是 先生是拉红包车 这个我们晓得 这个工作非常辛苦 一家四口 一天不拉车 一天就没生活过 那么他是倾倒 沾山寺的行徒 沾山寺是 谭虚法师建立的 他们有个念佛会 每一个星期 有一次共修 他参加共修会 参加共修会 他不是到那边去念佛共修 他是去做口红的 在厨房里帮助洗碗洗筷子 做这些事情 人家往生欲知识识 所以实在讲呢 往往知识分子念书 念的很多的人 不如这些老太婆婆不识字 他们心的真诚 清虚绝对没有一点 公告我们 一句佛号念到底 问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晓得 总觉得自己不如人 往往这种人成就无比的殊胜 我在台中求求 李老师劝过很多次 叫我学这些老太婆婆 学愚人 不要学聪明啊 聪明凡悲聪明我 这个愚人 一句佛号念到底的时候 没有不成功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往生的未想 都没有生病 都是欲知识之 坐着走的 站着走的 我们都看到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法门无量实验学法 我就统统把它等待到西方世界以后再有 现在要把全部的精神力量集中在念佛 决定求生极度 在这个世间人家都好 我跟人家比喻不如人 样样都不如 我只晓得老实念佛求生极度 想学的东西太多了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修 那个时候稳当了 寿命也长了 有足够的时间去修修 有好的环境让我们修修 即使在修学环境上 也是经非以细毙也 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不如从前 善知识很少 真正同餐道友 能帮得上自己忙的也不多 而说实在的话 障碍自己的人都 就是这个世界之间太多了 这个人说这个好 那个人说那个好 到底那个好呢 心乱掉了 就是这个好 佛在经上 一再告诉我 最要紧的清净心 心进这途径 所以那个专业的人 心容易清净 学多了的人 心就很难清净 这为什么要专不要脱 佛法实在是贵金不会脱 但是我们修修 像我们平常的时候 发心了印经 这个是多好 为什么呢 提供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大家更新不相同 爱好不一样 爱好不一样 所以我在台北 创办佛陀教育基金会 我们印诵 金书 供养 四众 我们是什么都应 写言教 密教的都应 我们这一个原则 只要它是正法 它不是写法 我们都提倡我们的对应 我们自己不学这个法门 有别人学这个法门 我们要供养它 提供它 所以我们不局限在我修净土 就专红净土 专印净土 其他的我都不应 这个也不好 我们帮人家忙要普遍 要广大 所以这个自己修的 是自己修的一门神父 别人说 你喜欢学什么 只要学的是正法 我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你 我要赞叹你 所以行量要广大 要清净 要平等 我们到西方世界 我们莲花就要大 不要学的小行量 要圆柔 不要自主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波罗密声 是大臣佛法 直吸激进神 这个直吸激进就是禅宗里面修说的方法 禅宗最早到中国来 他们主要的方法是关心 到以后 众生的根气不如故人 换一句话就是 妄想杂念多了 妄想杂念多 就关心就关不成功了 所以才改做餐花头 餐花头比关心要容易 用这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属于知习基因 都属于这个意思 无生无灭生 这是讲古地上的境界 圣地菩萨以上所证的清净即灭 圣地无畏生 如来古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 是其他人所没有的 法身大司 虽有相似的实力 可是比如来古地上这个能力 那还是相去很远很远 后文 无信无足 无我生 大慈大悲 习斜生 甘露灌顶收归生 无信无足无我 通大小城 大小城里面都有这个交易 大慈大悲 习斜呢 不但通大小城 也通人天 你看四界天里面 佛节给我们讲 除了修四禅八定之外 要修慈悲洗血 四无量性 才能够生到四禅天 如果没有慈悲洗血 但由这个定功 生到天上 可能都变成阿修罗了 阿修罗有天之福 没有天之德 天之德是慈悲洗血 所以就是必须要修一点 有人问 为什么会变成阿修罗 阿修罗佛报那么大 所以修福 他没有注意修德 所以他有分别 有执着有忧慢 有教慢 好胜 嫉妒 他这些烦恼存在 没有把它消除掉 所以修的佛报越大 也就成了大阿修罗了 这个是六道果报 是这么来的 甘露灌顶收卫生 这一句是说的 宗派里面的秘宗 我们讲的秘教 听到这些灌顶法 从这一段经文来看 西方世界六臣说法的内容 可以说是无法不顺 无论是大臣小臣 咸教密教 中门教下没有一样不顺 所以四宏师院里面 法门无量师院学 确确实实 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 那么在此地 对于一切法门 学与不学呢 是看我们自己的需要 来作为一个考量 如果自己觉得需要 可以设定 为什么需要呢 断义森信 我信心不够 有怀疑 有怀疑这个义 决定是障碍 一定要把它断除 这就是说 我们的善跟福德 比不上那些老太婆 佛说的我相信 他绝对不怀疑 这个难得了 真正难得了 我们听了 要打很多问号在里头 你的问号越多 你一个一个 都要把它解释掉 你的信心才清醒 往生才没有障碍 有怀 就要向大臣经认定 去深入探讨 所以研经 讲经目的在哪里 目的是帮助大家 破译深信 如果一点怀疑都没有了 这经教要在那里 不需要了 人真正道的时候 诚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一部大臣经就是一大堆废尺 一点怀疑都没有 一点怀疑都没有 所以才晓得 世尊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苦口婆心的 劝信劝悦 最重要是信 真正信了 你自然发愈 你发愈了 哪有不行的道理呢 所以最难最难的 就是这个信字最难 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就为了起信了 所以这个大堆经论 需不需要涉及 个人跟心不相同 有人需要 有人不需要 实在讲 到信心坚定了 就不要 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不要浪费这些精力 你真正认识清楚 一句佛号 功德无量无别 这一句佛号 受方所有一切祝福的佛法 通通探设在其中 真的一切一切 一切结析 念到一心不乱 给诸位说 确确实实是 一切都通达了 念到见性了 社防世界都是自信的变性 见性了 自信变性之物 哪有不明了的道理 受方一切祝福 所受一切之法 全是自信流露 你一见到自信 自信流露出来的 你哪有不知道的 所以不但 这一切佛法通达了 一切释法也通达了 一切释法也通达了 为什么呢 释法也是 心心所流出来的 离开心心 没有一法可得 禅宗将民心坚信 晋宗将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就是民心坚信 那我们就明了了 我们求什么 我们只求一心不乱 该就对了 所以民国初年 应光大师的念佛堂 不讲经 也不传戒 不做法会 不做佛事 他念佛堂 一年到头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顶多呢 在念佛当中 一天有一次 时间很短 将一天开始 只如此而已 那讲一天开始 是提醒大家 整份四七来用的 增长心 你就不讲经 底下一端 这是说文法得业 德文如是种种生意 其心情心 无度分别 政治平等 成熟善根 这四句话 非常重要 我们千万不能够 疏忽 不能大意把它看过 我们今天将学佛 你学佛 你得到了些什么 你到此地来听经 你得到些什么 如果这四句里面 能对点少分 那你就没有白来了 你就真有受用了 这是真意受用 这是真意受用 如果说我到这来 天天想到佛教社会 什么事情 这个经典 什么解释 那都是皮毛的 这是一场识 实在讲 有没有得受用 没有 完全没有得受用 这个地方你要是能够 或是念佛 或是读经 或是听经 能够得到一点气氛 这叫真实的利益 所以听经是修行 但是如果直报的一个态度 我来了解一下 看看佛教是什么 这种听经是常识 这不是修行 用清净心来听 就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 交给我们听经的要领 他跟我讲了三句话 立言说相 立明字相 立心原相 立言说相 就是不执着言语 法师讲经说法 那这个佛讲经说法 不执着他的言语 立明字相 佛经里面 许多明词说语 也不要执着 立心原相 心原是心里其分别 其念头 听了这个经相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落到心原相 这就落到心原相去了 不能有 就老老实实地听 一清净心听 一真诚心听 一恭敬心听 听了这 会开悟啊 那不一样 开悟才是真受用啊 没悟呢 没悟也不要去研究 也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就随它过去算了 天地变速多了 就会有悟出 天天有悟出 便便有悟出 先有小悟 再有大悟 到最后是大缺大悟 可见得说 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 念佛要用清净心 听经要用清净心 读诵也要用清净心 然后你培养成功之后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介物 通通是清净心 这样你就入了佛法了 所以祈儒啊 祈儒啊 祈儒在一般讲 就是正得佛法了 你真正正得了 把佛法引用在你自己生活当中 自己生活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生活 佛法与生活成了一体了 这个是经上讲的 会与众生震慑之力啊 据佛法所求的就在这四序 其心清净 无助分别 正知平等 正知就是真诚 怎么晓得正知是真诚呢 其心论里面跟我们讲的菩提心 是知心 身心 大悲心 那执心就是真诚 佛在《观无量寿经》 跟我们讲的菩提心三心 第一个是至诚心 第二个是身心 第三个是回向发愈心 两个和起来看呢 我们就很容易体会到 执心就是诚心 真诚啊 真诚平等 成熟善根 这个善根是世出世间善根都成熟 三善根 无贪无成无耻 贪成吃断掉 不贪不成不耻 于世出世间法通通都不贪不成不耻 这三善根 这三善根 菩萨善根 只有一个精进 我们今天精进不起来 很想精进啊 但是精进不起来 没有法子精进 实在想精进啊 为什么精进不起来呢 要用什么方法呢 把我们这个精进的真正带起来的 实在讲很难 如果真正照这个佛教梗的方法去做 菩萨六度啊 它是有次第的 第一个 布施 布施就是能放下 刚才讲了 你能把贪成吃放下 成就了事法的三善根 以这个基础持戒 持戒就受法 佛在今天教给我们 当然今天很多 这一点自己要注意 我依据哪一个经典 我修学哪一个法门 要专注 不能说所有经教我都修 这做不到的 今天教理是相通的 教义有差别 方法更不一样 我们只能取一种 因为它教理相通 所以你正理之后 能够一切法都管通 一经通一切通 如果你没有正到理呢 那你通这一步 未必能通那一步 见到理 理就是信 见信之后才能够一切通到 所以要根据自己所修的这步经典 我们今天依据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上 教我们做的 我们就照做 教我们要静止的 我们就静止 教我们舍的 我们就舍 教我们去的 我们就去 完全依照经典教训 就绝定不错 这样才能够 这叫持戒 就受法了 遵守老师的交集 第三 要有极大的耐心 在这个世间 人私环境 要忍耐 这个忍耐里面 有顺自己意思的 有不顺自己意思的 通通要忍 称心如意的 要忍 为什么呢 保护你自己的亲近心 这些我要忍耐 这些我要忍耐 要保持距离 要保持距离 成会的冤家对头 也要忍耐 通通要忍耐 为什么呢 保护你自己亲近心 不时认为说 我有冤家对头 这些我要忍耐 那个欢喜贪爱 就不要忍耐完了 你就被他障碍了 通通要忍 修学佛法更要有那些 一门深入 我把其他的法门放下 也是忍耐 许许多多经典 我都很喜欢 都很想深入 但是现在要一门深入 那些要暂时放下 也要忍耐 这个《华严经》好啊 我是知道佛法 我对华严就嚮往了 就非常的凉目 现在也要忍耐 现在也要忍耐把它放下了 因为不放下 对于这个往生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方案 所以一定要转 一定要一门深入 那么能忍 然后才有进度 他转 转一夜 这才能到精进 菩萨善根唯一夜 你要说菩萨 他为什么能精进 就是刚才讲的 他有前面的 三种良好的基础 他能使 他守法 他听话 他有耐心 所以他的精进就很顺利了 我们今天怎么精进也精进不起来 前面这三条我们缺乏 所以很想精进 就是精进不起来 如果想像菩萨一样的真精进 一定要培养前面的基础 成熟善根 是出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而生的 随其所闻与法相应 这个法是将的信性 其愿闻者者读闻之 所不语闻 了无所谓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想听什么精 你就听到 不愿意听呢 不愿意听就是清净净 什么也听不到 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的 永不退 永不退于摩洛多罗三百三菩提 摩洛多罗三百三菩提 翻成中国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确 这是佛所正的境界 摄放世界 诸往生者 底下这段话很重要 这是说明莲花化身 介于其保持莲花中自然化身 吸受情绪之身 无疾之体 这八个字很重要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得的是什么生 我们在这个世间 这个肉身非常脆弱 稍稍受一点风寒 这个身体就没有体力 就支持不住 很脆弱 不坚固 不要看什么 身体很强壮 没用的 那是假的 西方世界 这个身体 这真正是经上所讲的 所形容的 金刚不坏神 它怎么不坏 情绪之身 无疾之体 五疾之体 五疾之体 这个身体 是信德 显现的 不是法相所变的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法相所变的 阿赖耶什的相分 阿赖耶什是有生有业的 是生灭法 所以这个身体就不坚固 就很脆弱 西方世界是法性神 所以他那边这个体质是不生不灭的 这两句话赞叹到基础了 不问三途苦恼 或是悟恼苦难之名 西方世界 一切这些悟的名词都听不到 那哪有事实 当然不可能有这个事情 让无假设 何况是苦 但有自然快乐之因 事故必顾名为极乐 这是跟我们修说 为什么趁这个世界 叫极乐世界 在此地 必须要跟诸位说明的 那么 生到西方世界 这个自然化身 我们晓得 一切众生之内 佛把它归纳为四种生态 太生的 暖生的 瘦生的 化生的 西方世界全是化生的 化生没有苦 胎 暖 湿都有苦 胎生是最苦 化生没有苦 那么那边化生 究竟到那边去 是不是变化成个小孩 慢慢长大呢 走个话吧 如果说是一个小孩慢慢长大 那就有生命的现象 你们想想对不对 它会有变化 它从小变了大 从大就变老 从老就变死了 它就有变化了 西方世界没有变化 所以化生了 那个身一现性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没有 没有 从小变大再变老 没有的 化生是这么变的 为什么说它轻虚呢 因为它不需要饮食 所以也用不住无辜杂量 我们这个身体要靠物质的营养 来支持它 西方世界的身体不需要 变化所做的 无事要饮食 那么经商为什么也说呢 想吃饭的时候 这个饮食东西都现前 这是妄想 我们到那里去往生 因为我们吃饭 这个妄念 还一时还除不掉 到那时候想 怎么还没吃饭呢 这个念头一起来 饮食都摆在面前了 到饮食摆在面前 自己忽然想起来 我在西方世界的时候 我现在用不住了 用不住马上就没有了 实际上有没有吃的 没有 使得个妄念会起现行 这就是这个习惯的养成太久 一下除不掉 所以西方世界可见的 真的是随心所欲 你起个妄念 它就有现象就出来 它就有这个现象出来 可是这个现象出来 立刻就会觉悟到 现在已经不是在缩破世界 不需要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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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需要隐时张扬 身体清净 虚弱 它没有生老病死 所以说无疾之体 没有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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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下面一段 超市西游第十八 这是说明西方世界正报的庄业 前面都是讲生活环境 现在回过头了 再说说 那边人的容貌 比极乐过所有众生 这一句要注意 所有众生 概括就很大了 我们去也在之内 他没有说 如果说是上平上身者 那我们就恐怕就靠不住了 就没分了 他没有这说 所有众生 那就包括上上平往生 一直到下下平往生 乃至于边地受生 都包括在其中 否则的话 他应该要写 边地受生的除外 应该要这样说 他既然没有说 那就边地往生的都在其中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法院去往生 通通都有分 这都说的是我们自己 不是说别人 所以这个经典跟我们的关系 非常非常之密切 容色微妙 容是容貌 色是颜色 就是精神色彩 微妙超视西游 事是将世界 不但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 超越我们 受欢祝福世界 也没有 血缘同一类 这句话重要 就是说平等 通通跟阿弥陀佛一样 平等世界 无差别相 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 画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变相图 画的这个图 阿弥陀佛画的当中特别大 身体高大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小一点 那往生的人就更小了 就跟我们这个经上 不想符合 为什么呢 应当是一样大 没有大小的 这个才符合经上所说的 那些话是人话的 那个人话的话 我们也可以谅解它 为什么呢 他对佛菩萨 恭敬心 特别恭敬一点 所以把它画大一点 并不是真的那么大 真的有大小 世界是平等 但因顺于方俗 故有天人之名 这句话 在此地总算把我们的疑问解答了 在西方世界怎么又有天人 怎么又有圣文 又有菩萨 这么多种类呢 这是因为顺于方俗 于方就是他方的这个习俗 才有这些称呼 那么这种称呼呢 实在讲是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因为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 像我们念佛往生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来称 这是人 我们是速过世界的人去往生的 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 或者你是天人 或者你是五罗汉 或者是你的菩萨 你从心地称呼 这是一个意思 西方世界本身那个地方是平等的 没有这些称呼 第二个意思呢 是讲你在那边断正的功夫 这个断正的功夫 只限于断烦恼的功夫 不能其他的 因为其他的 大家都得到 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 差不多都平等 在那边 在那边智慧 道理 神通 受用 几乎都是平等的 所以只是讲断烦恼 就是你清净心的纯度不一样 这是事实 我们毕竟是带业去的 我们毕竟是带业去的 如果这个清净心 程度低的 就说你是天人 你的烦恼带了很多 贪嗔痴慢都还带去 那么这个的 你的断烦恼的层次 是等于他方世界的天人 这么沉 如果是尽私烦恼断了 断经了 沉沙烦恼还没断 等于他方世界的沃罗汉 所以沉你叫神尾 沉你叫罗汉 事实上在西方极乐世界 统统是菩萨 没有其他的证物 那个地方是淳于菩萨法界 不但是菩萨法界 而且是最殊胜的 普贤菩萨法界 这是我们在境上处处都读到的 那个地方都是尊修普贤大师之等 都是修普贤行的菩萨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底下有个比较 这个比较什么 前面讲的 容色微妙超市西游 到底微妙到什么程度 西游到什么程度 佛从这个焦良 教我们自己去体会 佛高过难 譬如世间贫苦其人 这是先用一个乞丐来做别人 要饭乞丐来做别人 这个乞丐在帝王边 旁边站了是个帝王 旁边站了是个帝王 是个皇帝 这两个人的面貌 灵可内乎 那这不能比啊 先用这个来做别人 帝王若比转轮圣王 这位毗露 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 我们人间的帝王 要跟转轮圣王两个站在一起 人间这个帝王就像乞丐一样 就不能比了 转轮圣王 未向敌 那这个世间是敌丐了 如果跟逃利天王两个一比呢 那又像乞丐站在帝王边 又付丑烈 夹令第十 第十就是套地天王 比第六天 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 所以被谦卑也不像烈 怎么比也比不像 第六天王 若比极乐过重菩萨身份 这家 这家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这个相貌的庄严 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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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世间 套化自在天的天主 要跟他比 光临荣死 虽万亿被不像极 佛用这种善巧方便 让我们就体会 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相之好 没有法子现容 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 想象不到的 这个世界的人 哪一个人不想自己很美呢 怎么样美 你都想象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美貌 无法想象的 所以真真之美也 我们讲真善美慧也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 那是四世啊 我们娑婆世界 讲真善美慧是幽名无识 第六天 虽然是属胜 他还有生老病死 这个第六天有 欲界第六天有 还是有三老病死 换一句话说 他还是有寿命 还是免不了轮回 这个神不是金刚不坏人 身相再好 身相再好 也不是真正的究竟 所处宫殿 一幅饮食 犹如他画自在天王 这个一小段 专对我们 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我们这些人 去往生而生 因为我们无世界以来 在轮回里面打转 一天到晚所操心的 就是一时入行 都是为这些事情忙啊 也这些事情是我们 最关心的大事 佛在此地告诉我们 当然你住不成问题 不要操心 医也不要操心 食也不要操心 换一句话说 物质生活方面 一样一样都不要操心 就像他画自在天王 他画自在天王 物质的受拥 自己不操心 有别人变化出来 送到他的人去供养他 什么人去供养他呢 就变化了 第五层天 五层天叫画落天 五层天的受用 是自己变化的 第六天就更享福了 自己不要变化 第五天变化了 来供养给我 送到我这儿来 自己都不要用变化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谁来供养你了 什么人变化供养你的 阿弥陀佛变化 阿弥陀佛的能力超过 画落天 那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是阿弥陀佛 对一切众生恩惠之大 阿弥陀佛的能力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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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威德 至于威德 界威 这个界威 就是菩萨的阶级 品味 神通变化 一切天人不可为必 百千万亿不可几倍 同样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 证得虚特环国的 证得摩罗汉国的 证得摩罗汉国的 那么在西方世界 断了八十八瓶建货 等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虚特环 小镇素骨 断了八十一瓶 私货的 等于我们这个地方的摩罗汉 这在讲 两个人断烦恼的功夫 地区是平等 除这个平等之外 智慧不平等 此地的摩罗汉 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 下下平往生的人 智慧比不上 道理比不上 神通比不上 样样都比不上 因为即使下下平往生的 他的智慧神通道理 几乎已经超越八地以上菩萨 你这个地方摩罗汉批之佛 怎么能跟他下平 那么他这些能力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他自己修来的 我摩罗汉批之佛是自己修来的 修得好辛苦 所得的很有限 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 用阿弥陀佛法治病 你一到他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不能得到这些殊胜的功德 他就不成佛 他今天已经成佛了 他的愿望兑现了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都跟四十八愿所说的一样 这个里面 本愿功德 你就统统都掀起了 所以这是本愿为神的加持 所以超越一切世界 这才是荣色微妙超时西方 真的超越 沃南映智 这个末后是特别嘱咐 沃南尊哲叫着他的名字给他说 叫着沃南也就叫着我们大家 沃南当时在法会里面是大众的代表 你听到这段经 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你就应当要相信 应当要发愿 应当要求真净土 这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宣说这个法文 为我们讲解这个四十 经典就是讲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十 他的苦心 他的愿望就在此地 希望我们发愿求真 无量受佛 极乐国土 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这是一句宗迹 决定不能 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去打妄想 你想不到的 也没有法子说得出来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 佛的智慧超人 他给我们宣说里面 确确实实有很多善巧方便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很多巧妙的方法 用比喻来宏托来形容 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去体会 像我刚才念的这段 让我们去体会 让我们去体会 我们能体会的 实在讲是方佛 真相除了清净之外 没有办法想象得出来 那何必在平常一面念佛一面还在大妄想的 还想猜测 那个树究竟有多高 那些宝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那这样掺测 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七宝来去体会 那就错了 我们这个世间的七宝 跟套利天比也比不上 套利天跟他画自在天比也差很多 同样的一个道理 没有办法想必 所以四十真相 明了之后唯一的两性 你要是两目 真性 一丝毫怀疑都有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这就对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范围 只要尽心尽力 将这个法门介绍 推进 这就是我们真正报佛恩的唯一做法 什么都不要计较 有人喜欢 有人想得到 我们赶紧供养奉送 能够多劝一个人念佛 多劝一个人往生 这是我们报答佛恩唯一的方法 除这个之外 没有任何方法 能报佛恩呢 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好 今天我们去讲解 好 今天我们去送费 op蛇 去看 能够楼 前准备 是 有点 感谢观看